时间来到2021年的最后一个季度 除了显卡的价格依旧没有平稳之外 不少科技新品也是轮番上阵 其中步伐包括iPhone 13 联发哥天机2000 高通骁龙898 以及AMD的Zen3家处理器 但其中最受玩家关注的 还是英特尔接下来发布的12代Corea 而其目前也公布了具体的发布时间 同时关于DG2显卡的价格和性能 也达到了进一步曝光 只有一个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从年初的首次曝光 再到如今的正式宣布 英特尔的12代Corea可谓是历经了大风大浪 而其全新上任的技术性CEO帕特吉兴格 也的确把12代Corea安排得明明白白 其不仅会首次采用 先进的10nm Superfine工艺打造 并起来是首款采用Big Light混合价格的桌面端处理器 同时还将有X86内核 以及性能核高登客5和能效核 Grasemont的大小核设计 这些规格对于延续了 长达15年之久的Corea处理器来说 完全是划时代的进步 而从目前所曝光的大致参数来看 旗舰款i9-12900K 将会由8个性能核和8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6核心24线程 次旗舰i7-12700K 将会有8个性能核加4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2核心20线程 至于主流型号i5-12600K 也将由6个性能核和4个能效核构成 最终规格为10核心16线程 而具体的规格参数和性能表现等 大家可以查看超级客网区的视频了解 价格方面根据目前供应链的消息来看 i9-12900K的国内定价将会是605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3932元 i7-12700K的国外定价将会是422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2743元 i5-12600K的国外定价将会是288美元起 约合人民币1872元 至于发售时间的话 目前英特尔总部也已经宣布 将会于今年10月27日到28日举行 英特尔Innovation峰会 届时就会正式公布12代酷睿处理器 所以各位玩家们 你是否做好了准备 而关于12代酷睿值不值得入手这件事 超级客也会在后面的首发测试中 为大家一一讲解 所以请大家持续关注 当然除了12代酷睿以外 还有一个备受玩家们期待的 就是英特尔的游戏独显ARC显卡 也就是此前的DG2 而根据目前所泄露的PPT来看 其中代酷为SOC1的型号 将会归位于旗舰款 预计TDP功耗将会在175W到225W左右 性能将会对标NVIDIA的RTX3070 以及AMD的RX6700XT 但售价仅在400美元到499美元之间 约合人币2600元到3250元 而代酷为SOC2的型号应该就是主流款 预计TDP功耗在75W左右 性能将会对标NVIDIA的GTX1650 Super 售价在150美元到199美元之间 约合人币975元到1300元 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不管旗舰款的DG2能不能打印3070 只要有3060T的性能 那就足以给NVIDIA和MD造成一定的冲击 啥都不说了 英特尔Yes 当然以上仅为PPT展示阶段 不排除后续有调整的可能 所以一切以官方公布为准 但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所以担任英特尔的最新CEO 帕特J Singer的第一把火 已经把12代Corea给点燃了 而第二把火已准备 把英特尔ARC显卡点燃 基于第三把火 个人预计将会是英特尔的芯片代工 毕竟英特尔的支撑工艺 可要比台积电三星都要仅仅不少 试想一下 未来的NVIDIA显卡将采用英特尔代工 AMD的显卡也采用英特尔代工 那这显卡还能全货吗 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胡乱猜测 大家图个乐就行 最后现在还想要更换硬件的玩家们 真的可以先等等了 要不然英特尔反手一个倍次 吃亏的就是自己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以前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